字幕提供 有人打阿倩 都急點喔 都十二點多 那你還在想拍 我們剛剛跟老闆娘在討論 不要打阿倩傳染給我 好我們剛剛現在已經十二點多了 其實還蠻安靜的 這樣子收音效果不錯啦 我們在討論一個 電池的問題 因為我們最近發現了 一個問題 這是我們 沒有想到的一個問題 真的 而且從來都不會覺得這個東西會發生 那種問題 就是怎樣 就是原來這種電池還是需要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還是需要校正 對 從來沒有覺得它需要校正 可是就是有客人發生這個事 那個客人是發生什麼問題 它就是充電 很快就充飽 看百分比 一下下就充到百分之一百 99吧 還是一百 就是我說我們那天測試 很快就充到一百 哪有 充到90 然後它就停滯 就不會再充 它就不會再充 可是我們放電 一下就 算到沒電 剩兩趴一趴 對 它的百分比已經是 應該是亂掉了 而且我打電話給他們的計時 就是因為上次這樣測試 就覺得怪怪的 不是我的太陽能板的問題 是電池的問題 然後今天跟計時聯絡 它就說它的設定值跑掉了 這種東西好像對我來講 它只會發生在我們那種手工的電池 對 廠商電池應該不太會發生 因為花這麼多錢 對 對我來講花這麼多錢 應該不會這些問題 我覺得它的百分比應該要非常的精準 對 可是它就是需要這樣 我現在幫它修整 欸這很麻煩 這跑掉非常麻煩 是我已經給它搞了一個下午 因為 因為當百分比跑掉的時候 它不準的時候 你這一個電池 等於是你根本不曉得 它到底是多少電 因為它看不到什麼 看不到電壓表啊 對 它沒有電壓值讓你看 那好啦 今天就算你看到它的電壓表 你看得懂嗎 我問你啦 是它沒有電壓表 這是12V的嗎 不一定 對 它不一定 對啊 好那我們 欸 你有12V的可以偵測電壓嗎 好像有一個 你去拿來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這種 這種 就是 看起來很漂亮 這種廠家的電池 就是人家那種開模做的電池 它都是一個百分比 你看這99% 99% 我們已經充很久 它還是99% 對 對 那你看喔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 像這個 這個 這個 這是89% 這一顆目前還沒有跳 但是我覺得 既然這個會跳 以後 這個也都會跳 很熱 你沒有開啊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剩1% 我用了三個小時 才沒電 對啊 你看13.4% 那還沒 我覺得它現在應該在做電池的平衡 如果按照離鐵電池 我們應該要衝到14.6% 對 但是 但是這種的電壓表不一定 跟我們這種電壓表是不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一樣 對 因為我們沒有 你只能外掛來測它的電壓 來看看 那 譬如說你當用到1%的時候 其實 這樣講好了啦 很簡單啦 這種USB 不是都帶有電壓表嗎 不是每一種都有 USB USB的 去買可以帶電壓表的 那你自己測 當它充完電 百分之百的時候 去量它的電壓 確定一下它的電壓 對對對 當你用到剩1%的時候 再確定一下 再確定它的電壓 那你就可以抓到那個值 對 你就知道了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這是教各位 那一般的人不懂 一般的人會說 我99% 我100%就是有電了 那我1%就是沒有電 事實上是這樣 但是我們今天測的時候 我們1%用很久 用了三個鐘頭 對 1% 而且用100瓦 用了三個鐘頭 對 那現在我們相對的 我們99%也充很久 充到現在還沒保 對 我們一下子就跳到99%了 但是不保 所以表示 因為這顆電池 完全沒電充到電 應該是1.5個小時 1.5個小時 它那個麵包會顯示時間 可是我剛剛插的時候 它大概只有40分鐘 對啊你看喔 你看喔 它現在叫我們 還有20分鐘 對啊 1%要22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那 好 所以說 電壓表還是很重要 對啊 所以你看我們做的每一顆電池 我們 我們除了有百分比 你看我們這個是不是有34%的 然後有 AH值 然後最主要還是有個電壓表 像這個來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13.1電壓表 所以 我們還是建議各位啦 要學會看電壓表 萬一你這顆電池 有些人 有些人電池是從國外買的 對 為了便宜 他去買水貨 對 那買回來你遇到這個時候怎麼辦 頭很痛耶 對 因為這顆電池其實我已經測了快兩個禮拜 那一天不是 有一個妹妹來買 買什麼 欸 她來跟你買什麼 啊買電池 她說她買了一顆電小二的電池 換半年壞 壞掉了 我覺得沒有 應該不是壞掉 搞不好是這個問題 可是她是說她充不飽啊 充不飽是 然後她說假稍微用她就沒電了 就是表示 應該是她的設定跑掉 百分比發掉 那她不會用 她不會用 因為電小二我不知道她有沒有門吃 對 妳看 那是國外買的就是發生這種場景 我說請她來回來我幫她修看看 因為這個電池來兩個禮拜 我剛開始一直覺得是 太陽螞蟎的問題 太陽螞蟎都ok 然後這幾天才發現 感覺是應該是電池 因為她瞬間 一下就沖倒 然後一下就掉 所以是她 有問題 那我現在還在測 就是百分比跑掉了 對 因為我們 我現在其實在幫她修整 可是因為 已經一整一個下午了 所以我們建議 從大概兩點到現在 其實我們建議廠商 像這個 這個東西 你應該還是要做一個電壓表 因為 只有電壓表不會騙人 對 庫倫那個百分比跟農量子 它是我們後台可以設定 所以它會跑掉 它都會騙人的 所以建議各位 真的 他們幾乎都是有百分比 他們沒有農量 對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做農量嗎 對 因為農量會跑 我們目前看到的電池 只有哪一顆有做農量的 欸 哪一顆 嗯 Lilo呢 我們說 我們的電池裡面 只有一個就是 Lilo的那個是有 容量子的 但是也是沒有電壓表 對啊 它沒有 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看 衝動現在 它還是顯示20分鐘 有沒有 都沒有 都沒動喔 也都沒有跑 而且 充電上會熱 充電本來就會熱了 正常啊 六百多瓦欸 對啊 這一定要高 六百多瓦再充 好吧 讓它充吧 嗯 它不是要充到滿 對啊 我就在等它 嗯 所以 用來用去 我們今天講真的 還是這種電池好用 呵呵 手工的 而且 它出場有問題 你在排解也講完 對 像那個排解不了 我們沒辦法啊 馬上 因為像那種 師傅馬上排解就是 這個我們就要 一鍵就可以校正 這個沒有 這個要充放兩次 才有辦法把它的 百分比洗到正常 這太麻煩了 就沒辦法 我已經充 我已經放了一個下午了 嗯 我從下午兩點開始弄了 現在晚上12點多了 對 那會不會哪一天 換這種電子也發生 不知道 因為這種電子 其實我們用 今年差不多 進入第二年 所以會發 會不會發生問題 就會越 慢慢浮現 不過說真的也是蠻耐用的 對啊 這種電池 送面本來就 裹到把你 那如果你今天不care 它的電壓的話 我建議各位 就像我這樣子 去買一個這個東西 外掛了 也可以啦 不care它的那個百分比 你就用電壓表 來撐測就好了 但是 但是 少了那些百分比 你沒辦法知道 你的正確使用時間 那我問你 那我買這種電子 買這種電子幹嘛 對的 所以 那個希望廠商 有看到這個影片 把你自己的電子 精進一點 後果你們家太囉嗦了 真的要精進 我們是希望他們能精進 把電壓 弄上去 然後把那個校正系統 搞簡單一點就好 OK 謝謝 這樣 你一定要先